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管理数学 我们这个部分要介绍的是Volgo法 Volgo法的话 其实它的思考的方向 其实就是最小成本法的一个进阶的方法 因为它考虑的是两步 考虑的是成本最低的两个差额 为什么这样的做呢 等一下我们会从例子之中来做介绍 由差额最大的两个列作为起始点 那么成本低的尽量塞到满 这个是我们的观念 为什么要成本最差最多的 的一个作为起始点呢 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发现 不论是列或者是行 都会有两个数字来塞它 那么我们希望的是 不要说一开始的话很小 最后的话呢会塞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字 所以我们考虑的是两步 那么我们在例题之中 那各位同学就能够体会 我们在做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是 同学应该在前面的最小成本法 或者是在西北小法都做过了 那么我们一样再拿来做一次 重点是我们现在要考虑的不是从最小的地方着手 我们要考虑的是每一列 每一行 它的差距最大的是哪一个 来我们看看这两个最小的差距是多少 这差距是1 我们列上去 做了一个小小的注解 这两个比较小的是一个6一个11 差几 差5 那么这是差几呢 差3 这个是两个相对比较小的 差2 横的来说 这差1 这是差几 6 7 也是差1 那么这边呢 没差 0 我们优先是给谁呢 我们要优先做这一行 为什么呢 因为它差距很大 所以我们先塞满了它以后 可以避免什么呢 以避免到时候弄到了一个差距很大的 因为我们可能会弄到两个 我们希望只给它一个 那么现在我们就从这里着手 这一个行 第二行着手起 那现在我们来看 我们从这边开始着手 那这边就填19 填了19 我们就可以避开了两个差距很大的 这边就达了两个叉叉 那么再过来 我们再来看横的了 这就是继续使用的是最小成分法的观念 现在有了这个以后 我们横的来说还欠4 欠4的话呢 当然要放这边嘛 放这里比较好一点 我们放了一个4了以后 这左右就塞满了 就不要了 好 现在有了这边 我们要做交代 这边19 那么我们要给谁呢 当然给10的部分 那就是填15 那这边就不要了 这边有了15 我们要合在一起要28 我们还欠13 13那当然就给了这个位置 有了这个位置 这边就可以打差了 好 这个位置的话呢 13那这边就已经完全被决定了 这是3 那么这边3 那这边当然也决定了 这边就是18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佛格法 Vogo 它是考虑的是 不是从最小的地方着手 它是避开一个 可能是一个大的数字 那么佛格法会比最小成本法 考虑的更加周到一点 但是它也未必是最佳解 最佳解 我们到后面 我们必须要做验证 那么这个的解答的话呢 原则上应该是会比 那个最小成本法要好一些 做这个题目 佛格法一定是先考虑最小的两个数字 来我们的话呢 应该都习惯了 5 6合在一起 这个地方是1 这边呢1 这个地方要填什么 4跟7差3 这边差2 3跟5差2 横的来说 最小的是3跟5 所以我们差2 这边是2 3 我们只差1 这边4 5只差1 哪个差最大 3差最大 所以3的话呢 由这一个这一行开始着手 先塞满 这里面最小的那个数字 这边我们填17 剩下来的用叉叉来塞掉 17一旦填了以后 再往横的看 我们缺少多少 15 这边是15 这边是15 所以我们填这个15 那这边就是打叉 打叉 再来看这个 哦 我们发现了什么 这边的话呢 不用填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不能用叉 我们要用一个 Epsilon来做 这叫做 退化解 要小心 这个Epsilon 写下去以后 这边就打叉 这个地方Epsilon 就是所谓的0 那么我们用0来表示 现在已经 看到了 这边有两个 要加起来 要21 那么我们从哪里着手呢 横的来说 这边就先填 从小的着手起 这里是21 填下去 那这边横在一起 这边就打叉了 21已经交代完毕 这边还欠4 我们就写一个4 这边4 这边过来 这边就没有选择了 这边就是23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Vogel的一个方法 那么Vogel的方法的话呢 一样所有的方法都有可能会出现了一个退化解 那么不论是如何 我们要确定它是最佳解的话呢 最便宜的一个方法 我们都要经过了一个 后面的一个确认 才能够知道 那个最佳解的一个确认 我们有两种方法 等一下我们都会介绍 Vogel法来说 比西北交法 最小成分法 是有更小的成本 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Vogel法的话呢 有考虑两步 两步来说的话呢 就是我们可以尽量的避开 有的时候是差距比较大的 我们 但是的话呢 有的时候只考虑一步 后面反而会提高了更高的成本 所以这个Vogel法 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方法